从日常生活当中 从工作里面 除世待人借物之中 真正的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写掉 写掉 诸位要记住 不是说四写掉 四写掉 我这些四都放下了 都不做了 你天天过生活 穿衣吃饭 我也不穿衣了 也不吃饭了 那你就把佛的意思完全搞错了 千万不要误会 我统统放下了 放下就死了 死了不都放下了吗 其实错了 死了就不得了 那地藏先生告诉我们死了49天之后 他又投胎来了 没放下了 他要真放下 他就不来投胎了 他还会到六道去投胎流转 可见得他没放下 死了都放不下 这是我们一定要把他搞清楚 搞明白 所以死了的真的困难 真的是不得了 佛要逗我们 我们那一口气没断 有救啊 那一口气断了 没救 佛菩萨也帮不上帮 所以一定要认真 要努力 放下不是在四上放下 是在心上放下 心理上放下 四上 那不是这标题写得很清楚吗 要给一切众生 做好榜样啊 做样子 你要做得更好 更圆满啊 做出样子来给别人看 这叫度化众生吧 虽然做出好样子 心里面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这也叫放下 放下是指 这么一桩事情 千万不能误会啊 所以有很多人 这个听话 错节了意思 这是少数啊 不是多数 多数的麻烦就大了 有那么一两位 他工作也不做了 辞掉了 家里钱财都不失 都放下了 然后学生告诉我 他没饭吃 走吧 这是完全把意思 凑毁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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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